大家看手上这一颗三角梅呢 这个花已经准备凋谢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做修剪残花 因为这些残花没有很大的观想价值 但是它会影响到这个三角梅下一波生长 所以呢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残花通通给它修剪掉 这样的话呢 给它组成更加多的营养过冬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修剪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除了把这些残花剪掉之外呢 还有一些过密的枝条也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它下一波新芽长得更加旺盛 当然了这个时候天气比较云长 这些新芽会长得比较慢 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除了修剪之外 一定要及时给它补充一点冬肥 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说它长新芽长得慢 但是它的根系还是能储存营养的 所以呢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先给它松一松土 给它补充一点羊分作为冬肥 羊分它肥效温和止久 不烧根 同时呢它又可以让这个盆内的温度适当的升高 有利于它储存养分 这样根系自然就会更加发达 到了开春之后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芽才会更加的发达强壮 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的三角煤也是像这种状态的话 一定要及时给它处理 不要拖的太长时间 如果拖的太长时间的话呢 这个天气一回暖之后就会影响到它长新芽出来 所以说大家想要自己的三角煤下一年长得旺 开花更多一定要及时处理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